所以來關心選前 國民黨 台北市長參選人9萬安 在今天拿出登校政策 他說他要在台北的 立法院院在半年來 他要增加五百頂登校的病床 如果沒有當中紅三三 是推出都市再生政策 而且還宣布說 政內政部長國民黨的立法院 要做他的競選中部 市長中國文 現在民進黨的檔市長 原本是要在新興 教科的拿求中 和新興市 擔心安打拿求 但是所向保存依求中 要順受行政中 要完整地董在外面 不然體育教肆表示說 是這個保存 紀國會行政中立的規定 常召三支劍 用心挺安勞 國民黨 台北市 就參選人9萬安 齊樂體出登校政策 國民黨提官公委保祖 利用享有 台北市的立法院院系統 半年以來 在國的醫科 全家五百頂登校北城 而且鼓勵輸人企業 加接價位 雖然需要更平行的教學館 但這件力是有夠的 未來提拔台北市的高齡長照補助款 預計每年 預住三億新臺幣 第一年如果市府沒有編列預算 我們先由預備金指印 我們不會挪用 也不會影響到現由衛生局 原本的公衛補助款 這次紀前辦公室的 政策總顧問李鴻元前部長 議員 不然三三個一次說要 拆除第一兵議員 先做立地 路北投給公平參與 來決定未來的 使用方向 第二兵議員 相比要幾歲 綠以後補中心 一兵二兵 大家都要猜 大家都要贏 大家都不要 但是誰來做 柯文哲市長 上人才做 他們不是都說柯文哲市長 都沒有做事 奇怪怎麼突然間又 二兵又變成大家記憑的東西 是誰割到尾呢 民進黨參選人 典市長 早時間不想跟政 哪求完 但心安打哪求 不過來到新生 救客 現場保全以前 正常立關節 基礎團隊 只能在外面看 不過體育局 沒有標示 是保全五回規定 典市長在現場 也說出一堆運動政策的生活 那怎麼樣 有一個更適合的場所 那我們也來了解一下 大家經常在打籃球的人 他們的想法跟希望 但市長還會言 公共弁所政策壓批 會偷看正義 他說如果是有需要 檢討的所在 會隨改建 要是會相信團隊 記者觀點 我隨便有看正派門 待北部都 我隨便有看正義 我隨便會說 我隨便說 我隨便 我隨便